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阅军的部队比预定时间,提前八小时到达指定区域,而后,他又成为了中澳门部队的首任司令,直至宣任42集团军军长,2007年成为副大军区将领,2012年成为政大军区将领,南部战区南部战区司令元王调成,17岁入伍,曾长期在南京军区服役,经历过野战部队,军区进攻等多个杠位的历练, 历任团参谋长,团长,师参谋长,南京军区三届训练级地司令员,南京军区经训部长等职,2005年调任第十二级团军军长,2007年升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,主管军区民兵预备役,园房等工作,2012年,交流至沈阳军区任司令员,并进升山将军前, 西部战区西部战区司令员赵宗祺,15岁入伍,年纪轻轻就变现出了激进骨感的才能,先后成为侦察班长,代理排长,并参加了队越自卫反击战,1990年, 总参谋部成立县大化山地旅后,赵宗祺便成为首任旅长,后在西藏军区担任副参谋长,参谋长一职,2012年升任济南军区司令员,成为当时七大军区司令员中最年轻者,2015年进升上将军衔,北部战区北部战区司令员宋蒲玄,上将军衔,他的父亲也是老哥命, 18岁参谋后,长期在济南军区复议,并任济南军区司令部作战处长,第67级团军某时代师长,54级团军参谋长,济南军区副参谋长,54级团军军长等职,2009年, 宋蒲玄生任南军区副司令员,从而成为副大军区将领,并在2010年进升中将,2013年升任国防大学校长,从而进升政大军区级别,2014年出任北京军区司令员,2015年进升上将, 并于同年担任九点三抗战阅兵总指挥,中部战区中部战区司令员汉卫国,是五大战区首任司令员中最年轻的主官, 也是唯一一位从军区副司令员的岗位上提拔为战区司令员的,曾任十二级团军军长,北京军区副司令员,2015年7月最升中将军衔, 他是五大战区司令员中唯一的一位中将其他都是上将,在2017年担任建军九十周年阅兵总指挥后, 进升上将,并进升解放之陆军司令员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